没有学佛之情 我们用的心是虚妄 跟真诚完全相反 学了佛之后 一定要学得用真心去生活 用真心待人久 别人欺骗我们 我们理解 我们也很同情 我们也乐意接受 为什么呢 我没学佛之情 我也用的是虚情假意 我是学了佛之后 才回过头来改过来的 没学佛之情还不是一样 学佛之情 什么叫真学佛呢 你真的改过来了 不怕吃亏 不怕上当 不怕别人欺负我 不怕别人陷害我 我找到了真正的我 这个身不生活 这个甲鸣也不生活 假名假象 不是真我 真我 他伤害不到 他连边都站不上 他连做梦他都想不到 他连做梦他都想不到 我们把真果找到 开神阅体 找到真果了 真果是发神 真果是自信 如果 不要说是欺负得很深 发神的边缘 发神的少分 你能够欺负了 你能够欺负了 你的奇心动念 一切作为 自自然然 跟从前不一样了 产生变化了 首先 你就了解 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众生 纯真无枉 那为什么这个众生 还会造一业呢 你只要沾上一点边缘 你就晓得 一切众生 就像佛在经上说的 本来成佛 他确实他是佛 为什么还会造这罪业呢 还会颠三倒四呢 喝醉了酒 这发酒疯啊 是好人了 他不是坏人了 他清醒过了 就好人了 他现在在发酒疯了 现在在迷惑颠倒 就跟喝醉了的一样 不可以责怪他 他会清醒过来 尤其是 这些众生呢 与佛有缘呢 怎么知道 他曾经听过佛 他曾经听过佛 这个声音 他曾经看过佛 这个字 或者看过佛的形象 他与佛有缘 他与佛有缘 如果与佛没有缘 他这一声当中 肯定听不到佛这个字的音声 也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佛的形象 但是今天这个世界 不然啊 佛教的讯息 随着大众传播 在电视节目里头 新闻里面 一年总有不少次的播放出来 不论他信不信 他也看到了 阿赖耶里面 就种了佛的种子 他跟佛就有缘了 特别是 信仰宗教的教徒 哪一个宗教教徒 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个佛教 只要有个佛教就行了 那个佛 那个字 就在他阿赖耶里 阿赖耶室里头生根 静刚种子 他这一声不相信 甚至于毁谤 没关系 来生来世 那个种子会起现行 他一定是虔诚的佛教徒 一定将来就做佛了 所以纵然他今天毁谤佛教 我们还是霍掌赞叹欢喜 为什么呢 我知道 来生来世 你是虔诚佛教徒 看得出来吗 纵然造作无逆时悟 没错 是要躲阿比地 那个业障 那个业障 罪账总是要消除 消除之后 业障消除之后 他就是菩萨了 他就是善人了 所以 本性 本善 这是我们一定要肯定 我们知道 本性 本善 将来一定回头 这是能够真正欺辱 少分 你的思想观念 统统改变 你的烦恼吸气 自自然然 会断的 烦恼吸气 不是不能断 问题是 你们一起如 一起如就断了 佛法上有个比喻 比得好 烦恼吸气像黑暗 觉悟像灯明 千年暗时 点一盏灯 黑暗就没有了 那么此地将这 开神乐体 这个开神太重要了 其如 你才能够开悟 开悟 你的烦恼吸气 肯定 不起现行 不但不起现行 确实 连根 罢出 然后 你欲气如 越深 尽私烦恼 沉沙烦恼 无名烦恼 愤愤都破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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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